在越南的第四天 我加入了兩夜一夜的tour去Sappah 又來到中轉鎮 這些米便宜 超級大 不知道是什麼 由河內去Sappah的車程要6個小時 我早上4點多就起床搭車了 我買了這個酒店 五中途經過兩個中轉鎮 去Sappah的時候 已經是下午12點多1點了 來到Sappah 在三星酒店 普普通通過有個小樓 有個小燈 廁所 在酒店房設圖之後 我們就去酒店吃午餐 比較大一點 這個tour包了酒店的午餐和夜晚 這個食物好像中餐一樣 除了很多芫荽之外 也不錯 花朵甜點 吃飽之後 我們就去Trekking 搞笑 因為現在冬天 所以只會看到一些草 但也會看到梯田的形狀 為什麼穿著行山鞋 腦子有很多都是泥腦 或者比較滑一點的位置 所以一定要穿行山鞋 其實來Sappah之前 我也有做了一些研究 其實冬天也是比較稀 什麼事了 瘋了瘋了瘋了 瘋了瘋了 超美 加上要說話要說 所以如果你能看到一些貨物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幸運了 海公雞 我可以做到你了 喔 謝謝 我可以做到你了 喔 謝謝 剛才就是在聯邦國的旅行 導遊說現在因為冬天所以看不到多米 走一些比較難走的路的時候 旁邊就會有一點點當地的居民 其實他們就主動過來幫忙 或者扶一扶你 不過最後其實他們是想 賣一些他們的手工藝品給我們 沙巴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動物 而且它的空氣是超級好的 蝦就是麥克風 超美 這個下面真的有燈 拿攤檔 就會有一點點強迫成份 就會跟你說 I follow you 就是一直都在旁邊 take care 你 沒有理由不跟我買家的銷售手法 但是我覺得就算我給貼士也好 始終都available 不算很貴的 哇 旁邊這條橋好像這麼危險 而且這裡也會見到很多狗 但是導遊跟我來說 他們都會吃狗肉的 但是很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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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我的一條橋 你應該會見到尾巴 你還會見到尾巴 那我看見你 你還會見到尾巴 好嗎 拜拜 拜拜 我猜到你 走到你 那裡 走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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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king完之後我們就回到酒店吃夜晚 剛剛吃完飯 我就準備去Night Market 這裡就是Safa Wichur 晚上我去吃點東西 這裡有一個 好像韓國的位置 但是晚上真的冷了很多 幸好我有帶一條鏡筋出來 真的差不多不冷 應該有 也有一些不吃幾天大的東西 所以 這裡的Night Market其實是沒有什麼行的 而且沒有河內的那麼大 上去寫一個音樂 Herry開Party BBQ Party 我要去這家Trip Advisor No.1的cafe 給你那裡吃一杯咖啡 其實我真的很久 終於等到Tiromission 和 這個椰子咖啡是超級甜的 相信這個椰子脆 好像在吃一片糖 不過它也很有椰子的香味 所以總括來說都是好喝的 好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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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amishu也很好吃 好喝的 好喝的 這一餐廳我看到有很多真的法國人來吃這裡的法國菜 所以其實我想它正餐也是好吃的 可惜我已經吃了晚餐 真的試不到它的法國菜 在Sapa的第一天就完滿結束了 第二天我們就會上海拔三千多米的山 海拔三千多米 過去 因為韓日未知世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就請CLS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